大家好,我是阿聚 前一段时间啊,有不少粉丝留言 想看松岛蔡蔡子的那部《魔女的条件》 说实话啊,像这种师生恋的题材我本来是不想做的 什么原因你们懂的,但架不住你们拼命的催更啊 而且,这部剧的主角们颜值都很高 当年的龙泽秀明说自己是美少年第二 也没有什么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吧 而且,岛国女神松岛蔡蔡子更不得了 身材高挑,长相温柔端庄 据说在这部剧里,人家蔡蔡子那是从头到尾不化妆 脸上是浑然天成的干净 像这般的仰卧拍大特写,一般的女明星还真不敢 美少年与国民女神上演禁忌师生恋 这换谁能不想看,就连男主的妈妈也是妥妥的美人 当时看这部剧我就在想啊,就凭妈妈这张脸 哪怕下一秒跟儿子搞起了布伦,我都不会觉得违和 结果看到后面发现,导演真的在隐晦表达这个意思 妈妈爱上了儿子,岛国人民真的很敢拍啊 松岛蔡太子饰演26岁的数学女教师 名字取得也好,叫广赖未知,男主叫光 未知的生命里有光 未知的家庭条件良好,学业人生一路顺风顺水 并且在校长爸爸的安排下成功进入了一所高中 成为一名数学老师,但跟普通年轻老师不同的是 因为爸爸的关系,未知年纪轻轻刚进学校 就可以担任班级导师 周围的人无不羡慕嫉妒恨 事业有父亲帮忙安排,爱情也看似美满 第一个镜头就是女主从男友的床上醒来 看完全集你就会发现,导演用女主睁眼做全剧的第一个镜头是别有深意的 因为这一天是女主作为一名女性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一天 未知轻手轻脚,准备离开男友的家 可还是吵醒了男友 男友醒来猝不及防递给了未知一枚戒指 不嫌不淡的一句,跟我结婚吧 并没有带给未知被求婚的惊喜感 可这就是未知的人生 看似顺风顺水,水到渠成 实际上就是一潭死水 未知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所以也就顺势答应了下来 男友见未知没有表现出感动的样子 在那儿失落抱怨 但下一秒,因为清晨太冷 他又重新钻进了被窝 这就是未知的爱情 跟他的人生一样平静 毫无惊喜可言 更不能奢求什么浪漫 本以为今天是除了被求婚之外 跟平时没有什么两样的清晨 没想到,却在下一个路口 未知与一个骑着机车的少年相撞 少年受伤了坚持不去医院 在他发现未知戒指不见了的时候 执意要帮他一起找 索性最后找到了 少年从地上捡起那枚戒指 看着他天真笑容的样子 是不是比早上的男友更像是在求婚啊 也许未知跟我有同样的想法 所以他看着少年的笑容愣了愣神 少年离开的时候把手机给落下了 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相遇 少年就像是未知一潭思水里的生命 无意中照进来的一束光 办公室里的老妖婆 似乎总是看未知不顺眼 让他不要再用讨好的方式跟学生相处 年级主任也是通知他 要把新来的转学生放在他的班上 听说此人是在上个学校 经常拒绝上课的问题学生 未知很头疼 但也没有办法 让他没想到的是 转学生就是早上偶遇的那个机车少年 他们的第二次相遇还是在樱花树下 但这一次他是老师 而他是不想去上课的学生 少年名叫黑泽光 他看着教学楼一个个小窗口 觉得这所学校跟上一个也没有什么不同 反正也不会遇到开心的事 可是站在下面的未知却带着笑容 告诉他一定会有开心的事发生 你也一定会交到好朋友的 可实际上未知在学校的处境也很艰难 因为是靠关系进来的 周围的老师和学生都对他 他颇有微词 未知想要用交朋友的方式跟学生相处 却被学生觉得是好欺负 根本没把他当做老师来尊重 未知无意中看到小光 被校外的小混混勒索 猜想他转学的原因 可能跟这个小混混有关 回想起那天路上他落下的手机 未知决定以还手机为由 去找小光的家长了解一下 原来黑泽光从小便失去了父亲 母亲静子 只好拼命维持着这家王父留下的医院 儿子小光就成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他最大的心愿 就是小光将来能够继承这家医院 静子问未知 小光的手机怎么会在他这里 因为未知答应过小光 不把他有摩托车的事情说出去 未知就说 是在课堂上没收的 他想知道小光转学的原因 到底跟他看到的小混混有没有关系 可静子不愿意多说 还表示已经跟学校打过招呼了 无论小光在学校里做了什么 都会顺利毕业 让未知以后不必再为小光的事操心 未知只好无奈离开 这天 未知收到了班上男生恶作剧的情书 还起哄让女老师嫁给他 女生嘲笑男生根本就没有那个胆量 只会嘴上功夫 男生说那些女生就是看未知漂亮 所以嫉妒人家 于是男生女生吵作了一团 这让女生们对未知的恶意就更重了 下课后 未知躲进卫生间 他只想一个人好好静一静 结果班上那几个坏女生堵住了门 还把一桶水泼下去 未知瞬间变成了落汤机 好不容易从厕所出来的未知 一路上迎着学生们的议论和嘲笑 他跑到教学楼后面 小光看到后默默跟着他 站在他旁边却什么都没有说 上课铃响了 未知说不想去上课了 也许自己根本就不合适当老师 小光说那不去了 老师偶尔逃一次课也没什么吧 说着小光一跃上了墙头 回头看着未知的眼神 好像是在邀请他 未知还在犹豫的时候 小光已经跳了下去 于是学生带着老师就这么逃课了 一开始未知还在烦恼 回去要怎么交代 他说 从小到大 自己没有逃过一次课 小光劝他明天再想 现在想什么都没有用 未知终于放下了老师的身份 露出了孩子气的一面 小光看着他笑了 当了二十几年的乖乖女 未知在遇到黑泽光后 好像才终于迎来了自己迟到的叛逆期 根本没有摩托驾照的他 带着自己的学生在路上飞驰 他们来到海边 尽情享受这一刻 只有蓝天和彼此的世界 未知问起他有关于那个小混混的事 小光敞开心扉的说 他们曾经是朋友 那个人还保护过他 可当时他年纪小 很害怕周围的人 像排挤那个人一样孤立他 所以他退缩了 背叛了那个人 再后来 那个人就不再去学校了 最后被退学 小光失去了朋友 同时也失去了 在结交新朋友的能力 他对那个人的愧疚 只能用不断给他钱来缓解 未知告诉小光 这样做只是在逃避 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事实上如果换作是未知 他也并不知道该怎么办 本质上 未知和光真的很像 他们遇到事情 都会本能的软弱和退缩 这是小光的手机响了 是妈妈打来的 小光不想接 觉得妈妈每天都在监视他 接着 他一把将手机丢进了海里 说反正也不会有其他人打给他 未知冲进海里 坚持要去把手机捡回来 就像那天早上 帮未知找戒指的小光 未知笑着把手机递给小光 说给我你的号码 以后我会打给你 于是刚认识不久的 未知和小光 跨越了师生的关系 成为了朋友 从这一天起 两人似乎都不再排斥 去学校这件事 未知借口自己昨天不舒服 将主任的质问搪塞了过去 路上碰到了小光 他笑着跟他比了个OK的手势 放学后 那个人又来找小光要钱 可这一次 小光决定不再逃避 说再也不会给他钱 不管对方如何殴打他 他都不会还手 还跪下为之前的背叛道歉 最终 那个人离开了 与此同时 未知的男友阿大告诉未知 他父母专门过来看他 按照原计划 他穿着正装 一放学 就赶赴约好的地点 可当他看到双方父母相谈甚欢 且所有人都在等他时 就差一步 这个画面 就要变成未婚夫妇幸福美满的时候 他犹豫了 没想到 他说过会打电话 给小光的那个承诺 竟然是在他自己最脆弱的时候 拨出去的 他问小光在哪 小光看着破旧的仓库顶上 透过来打在自己身上的光 说 自己在自由的国度 因为他的心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自由畅快 未知听着小光的描述 不禁潸然泪下 他也渴望着自由 问小光 如果是他 可以到达自由的国度吗 小光回答 可以的 只要你想 你就能到达 于是 未知决定遵循自己的心 转头奔向了那个 自由的国度 未知去了两人第一次逃课的海边 没一会儿 小光也心有灵犀的来了 看见小光嘴角边的伤口 未知拿出手帕帮他擦拭 小光看着近在咫尺的未知 光洁的皮肤 还有脖子上小巧的十字架项链 未知似乎具备了所有青春期男孩 幻想中美好女性的所有特征 小光不好意思的移开了视线 看到了未知手上的订婚戒指 于是 小光借口想看一看 假意把戒指吞了下去 正在未知着急的时候 他又奇迹般的拿出来说是骗她了 两个人就像是小孩一般在沙滩上追赶兮兮 不经意的触碰让暧昧分子开始发酵 未知慌忙站了起来 瞬间又恢复了老师的身份 他让小光勇敢面对母亲 把心里所想的事告诉母亲 这是未知对于两人感情的第一次挣扎 成年人的理智逼迫着他清醒 很快 未知逃课外出 和年轻男子骑摩托车兜风的事 在校园里传得沸沸扬扬 小光为了帮未知解围 主动承认那个人是他 只不过是送身体不舒服的老师去医院而已 可周围的人不会相信 只会添油加醋的说出更过分的话 接着 未知被年级主任约谈警告 说之前小光的母亲 就曾经因为导师太年轻 才跟学校表示抗议 在重重压力下 未知只好疏远小光 迎面碰到他也只能匆匆躲开 小光为此感到很生气 又偶然得知 母亲跟学校谈好了条件 无论他做什么都不会被退学的事 小光觉得自己 始终活在母亲过度的保护和掌控中 跟学校谈这样的条件 无非是对他不信任的一种表现 小光被激起逆反心理 变本加厉的在课堂上违反纪律 被老师训斥就直接逃课 故意按下火警报警器 未知想阻止小光 可自己对他的故意疏远 就像小光之前背叛朋友一样 他已经没有任何立场 再去试图改变小光 未知的男友下班后来接他 去看婚宴场地 正好被逃课的小光看到 小光的心里更加愤懑 在书店 小光碰到了班上被排解的同学木夏 木夏早就看出小光对老师的感情 让他不要再装坏学生 还用偷书的方式刺激小光 问他敢不敢试一试 没有想到未知之前撒谎说 自己班上的学生惹了事进了警局 这一次真的成真了 小光的母亲对未知的偏见越来越深 认为都是因为未知 小光才会变成这样 回到家后 未知戴上了那枚戒指 去男友家讨论婚宴餐食 突然对结婚的事积极起来的未知 让男友感到很意外 未知决定忘掉 有关于小光不切实际的想法 回到自己人生正轨上来 还说 结婚后就会辞掉老师的工作 专心做个家庭主妇 这让男友感到很高兴 第二天到了学校 未知才从木夏的口中得知 其实小光并没有偷书 而另一边 本应该禁足三天的小光 却选择了离家出走 跟班上的小太妹 一起去酒吧鬼混 小光的母亲害怕小光又去找未知 所以打电话给未知试探了一番 发现小光并没有去找过未知后 就挂掉了电话 但是得知小光离家出走的未知 已经无法放任小光不管 他去了小光平时放摩托车的地方 发现摩托车还在 打电话过去 竟是班上的女同学接的电话 未知赶到酒吧的时候 小光已经醉得不省人事 未知把酒破在了小光脸上 让他清醒一点 随即将他拉出了酒吧 可小光觉得未知并没有资格管他 因为连他自己 都不曾做过一天真正的自己 未知跟着小光进了一家便利店 小光想继续用偷盗的方式 来满足自己的快感 未知无法阻止他 就干脆把东西全部都往自己身上塞 很快他们的行为被店员发现了 未知当场就吓傻了 小光拉起还在愣神的未知一路狂奔 这是未知第一次体会到 做一个坏孩子的感觉 那些曾经他想都不敢想的冲动 和快感充斥着他 两人跑到一个狭窄的巷子 小光这才发现 未知已经泪流满面 未知说他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 小光不自觉的靠近 用未知曾经给他擦拭嘴角血迹的手帕 给未知擦眼泪 就在两人的嘴唇 马上就要触碰到对方时 未知躲开了 这是未知第二次 用理智对抗自己 对小光的感情 此刻他又恢复了老师的身份 像大人一样说教 他希望小光不要再酗酒 小光的热情瞬间被浇灭 转身离开了巷子 小光的母亲静子 在跟小光的争吵中 得知自己的儿子 是真的喜欢上了那个老师 于是要求学校立刻换掉未知 学校为了稀释宁人 撤掉了未知班导师的职位 小光也因为跟年轻女老师传出绯闻 受到了同学们的排挤 小光想跟未知聊聊 可未知一看到周围人的眼光 就会马上逃走 这天班上的男同学起了坏心思 借着问问题的借口 将未知带到了没人的房间 把门反锁 准备对老师涂抹不轨 幸好经过的男老师敲门 这才没让他们得逞 身心俱疲的未知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图书馆 眼前的电脑收到了 坐在前面的小光发来的信息 小光问未知 旁人的眼光就那么可怕吗 他们又没有做什么坏事 未知没有回答小光 反而问小光在看什么书 小光将书竖了起来 上面是创造亚当那幅画 本剧用到了很多 关于中世纪欧洲思想和文化的元素 这个我们后面再来具体解析 小光说 我想见未知 他俩约定放学后 在放摩托车的地方见面 可这个时候的未知 还在犹豫和挣扎之中 他没有立刻去赴约 而是浑浑噩噩的走在大雨中 他看着手机上的名字 始终没有勇气拨通小光的电话 殊不知 听信了他跟小光流言吃语的男友 一直在默默跟踪他 最终 没有等到未知的小光回到了家 发现跟母亲关系不一般的医生 找上了门 还当着他的面说 想跟母亲结婚 小光愤怒不已 离家出走 跑到外面的小光 决定给未知打最后一次电话 说自己要去寻找自由的国度 一个没有人认识他 想喜欢谁都可以的地方 就在小光要挂掉电话的时候 他听见未知说想见他 未知挂掉电话 迫不及待的想去见小光 却被假装偶遇的男友拦住 强行把他拉上了出租车 说要送他回家 男友将未知带回了自己的家 还强行想要发声关系 未知挣脱不开 仿佛认了命一般 把头偏向一边默默流泪 男友看到后 终于良心发现 冷静下来跟未知道歉 可未知此刻只想赶紧去见那个 正在苦苦等待自己的人 未知跑到学校门口 并没有见到小光的身影 但是小光的摩托车停在那里 他相信小光一定在什么地方等着他 终于 未知在图书馆里 找到了等他等到睡着的男孩 他拿起男孩手边的画 那是一双 马上就要碰到的手 下一幅是临摹着创造亚当那幅画画的 只不过人物的脸换成了他们两个 男孩留着泪醒来 呆呆地望着未知 因为在无数个梦境里 他看见过一模一样的场景 而梦里的老师却说 一点也不喜欢他 女老师和男学生 在学校图书馆里勇敢结合 在这二十年前的社会背景和影视环境下 是多么大胆的剧情 而且这部剧的胆量并没有止步于此 女主未知 从此以后就像被注入了灵魂的亚当一般 拥有了莫大的勇气 把不违背常理所容的 被周遭称为魔女的行为 一一付诸行动 两人一起度过的第一个清晨 是真实而又自然的 年少的小光有些害羞 只能用装睡来演示 而作为成年人的未知 则毫不扭捏地说了早安 还提醒小光动作要快一点 不然一会儿警卫就要来上班了 两人在花坛边打闹 听到学生经过的声音 于是蹲下身躲藏 相识而笑 从此 两人有了只有彼此知道的小暗号 在擦肩而过的走廊 偷偷传递纸条 未知不再畏惧学生的挑衅 小光开始体谅妈妈的感情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周末的约会 未知提前15分钟到了约会地点 远远就看到自己的小男友 早就守候在那儿 东张西望 焦急地盼望着他出现的样子 十分可爱 不知不觉地就站在原地多看了一会儿 他喜欢小光等他的样子 电影里小光想触碰但又收回去的手 被未知面带微笑地回握住 两个言神一起拍大头贴 简直就是观众的福利 可惜敏感的师生身份 让他们无法跟正常情侣一样 在大街上光明正大的牵手 两个人的心情都有些失落和沉重 未知打电话给男友 想聊聊取消婚约的事儿 可男友始终不接电话 趁未知打电话的时候 小光跑去买之前两人在路边小摊上 看到的戒指 柏拉图说过 传说中有一枚叫做 求格斯的戒指 戴上他的人就可以隐身 默默陪在恋人的身边 小光多希望他们也可以拥有这枚戒指 那样就能随时随地地守候在对方的身边 这时路过的医生看到 未知和小光在街上拥抱 立刻告诉了小光的母亲 第二天 静子就闹到了学校 希望未知不再担任小光班级的认课老师 并向他承诺 停止一切与小光的接触 未知的爸爸也让他以结婚为由 向学校辞职 这样至少能够挽回颜面 也能打破他跟小光之间的绯闻谣言 可未知并不想辞掉老师的工作 还坚持要跟阿大取消婚约 未知和小光约好在老地方见面 可小光的母亲却开始派人跟踪监视小光 未知也因为临时要开会 无法及时赴约 等未知赶到的时候 小光已经不见了踪影 未知打电话给小光 静子却告诉他 电话再也打不通了 因为小光的号码已经被他停掉了 并表示绝不会把儿子交给未知 未知与阿大出来想谈分手的事情 可阿大却带着童子一起来 没一会儿又说公司有事需要离开 根本不给未知开口的机会 未知跟童子说了自己跟小光的事 童子表示会支持他 于是相思成绩的两人 终于在童子的帮助下 成功甩掉了跟踪小光的家庭教师 在老地方见面 未知告诉小光 自己的父亲希望他辞职的事情 虽然他还没有想好 但只要他还是老师一天 他们就不可能光明正大地在一起 第二天 年级主任在晨会上当众宣布 未知即将因为结婚辞去老师的工作 原来是未知的爸爸 在没有经过未知的同意下 擅自给学校递了辞呈 这让未知和小光都无比惊讶 年级主任让未知上台致辞 跟大家告别 未知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不会再向任何人妥协 女老师当众向自己的学生告白 这惊世骇俗的举动 即使没有伤害到任何人 也还是会被周围的人当成异类 等待着他们的 将是无休止的嘲讽与非议 以及得不到周围人认同的精神摧残和磨难 这段超越世俗的师生恋 到底会怎样发展呢 未知坚持留在学校 如果他退缩了 那就相当于承认他们之间有错 小光也开始努力学习 他认为如果他遂了母亲的院 考上了医科大学 顺利继承了医院 那母亲一定会接受他们 可他不知道 他们的面前还有数不清的磨难 正在等待着他们 未知坚持不肯辞职 但也没有再被委派任何工作 他只能每天坐在办公室里 遭受周围人的白眼 就连以前唯一对他没有偏见的老师 都不敢再跟他讲话 家长会不断向学校施压 小光也遭受到了同学的排挤 等未知亲眼看到小光的制服 被同学弄得破破烂烂挂在栏杆上时 他开始动摇了 他觉得 是不是他不再当老师 才是对小光最好的选择 可小光赌气的说 如果未知辞职 那他就再也不去学校 未知回家拿东西 发现在自己离家出走的这天 家里一直遭受着各种各样的骚扰电话 父亲也因此病倒住进了医院 未知开始感到害怕 因为他的坚持 周围的人都受到了伤害 阿大来医院看望未知的父亲 未知再次跟阿大谈分手的事情 但阿大还是不肯放手 阿大酒后吻了童子 其实童子一直以来都喜欢着阿大 可当初正是童子介绍阿大和未知认识 明差阳错 心上人竟然喜欢上了自己的朋友 阿大瞬间清醒 希望童子忘了今天的事 这天 小光在游戏厅发泄苦闷情绪 碰到了班上的男生 男生不停地用他跟老师的事羞辱他 小光忍无可忍跟男生打了起来进了警局 未知告诉小光 自己准备辞职了 在他没有处理好家里的事之前 两个人暂时都不要见面 可小光却认为老师背叛了他 放弃了坚持 赌气地说 以后不要再见面 小光一气之下撕掉了话 再次离家出走 可跑到车行才发现 靠自己的力量打工买来的摩托车 不见了 而在不远处 他发现 自己的摩托车正在被大火焚烧 就像他好不容易得来的 美好却又短暂的爱情 如果他所爱的一切 都注定要被母亲毁掉 不如从此以后 就做一个没有感情 任由母亲摆布的提线木偶 未知去学校正式提出辞职 却碰到了同样来 递退学申请的小光 小光说 他准备听母亲的话 去美国留学 小光冷漠地说着再见 可当他看到老师眼里的泪光 又忍不住再一次申请 而又郑重地道别 未知和小光 就在师生和小光母亲的见证下 拉着手私奔了 静子望着他们 呼喊着 让未知把儿子还给他 短暂地回头后 两人还是义无反顾地 消失在了静子的视线中 两人暂时找了一间旅馆落脚 未知给静子打电话 希望静子能够尊重小光的想法 毕竟能够决定他人生的只有他自己 可静子只觉得 未知是在抢走他儿子之后的挑衅 未知和小光商量 接下来要去哪里 小光说 他想去乡下找自己的亲叔叔 因为他从小丧父 对自己的父亲根本不了解 只能通过父亲留下来的画 来想象父亲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他想去找叔叔 了解更多有关父亲的事 未知愿意陪着小光 因为他也想了解更多 有关于小光的事 于是 第二天两人就启程去了郡山 可本来在学校就职的叔叔 早就离职了 现在 他在乡下开了一家福利院 照顾那些没有亲人的孩子 小孩子的单纯 让两人暂时放下了烦恼 未知也在这里 重新找到了教书育人的意义 叔叔跟小光讲了很多 有关于父亲的事 说父亲一辈子 都在为别人的幸福而奋斗 为拯救每一个医患而努力 就连自己想跟家人一起去罗马 看看那幅他最喜欢的 创造亚当 这样小小的愿望 都来不及实现 就撒手人寰了 镜子想起小光在乡下的叔叔 于是找出联系方式 打电话过去 假一问候 实则是试探 叔叔早就看出来 小光来这里的事 镜子并不执行 装作小光没有来过的样子 让镜子打消了疑虑 叔叔早年丧妻丧子 所以才辞去了教师的工作 来到这里 帮助没有亲人的孩子 他非常理解 镜子失去孩子的心情 一番话 让未知和小光都深有感触 于是 小光打电话给妈妈 告诉他 自己现在很安全 他不想像爸爸一样 一辈子都在为别人而活 他想为了自己喜欢的人 活着给他幸福 可小孩子叫哥哥的声音 却在无意中暴露了两人 寄宿在叔叔这里的事实 童子也打了电话 告诉未知 说阿大请了假 可能是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下落 让他们快点离开 未知和小光 只好紧急收拾东西 他们在叔叔的帮助下 马上离开了福利院 未知和小光找了一辆车 准备去其他地方避避风头 没想到 小光去便利店买水的功夫 阿大就找到了他们 他求未知跟自己回去 被遭到拒绝后 阿大露出了家暴男的嘴脸 强硬的把未知拽下车 并使出暴力手段 逼未知就范 小光出来看到这一幕 赶紧冲了上去 两人扭打在一起 可小光根本就不是阿大的对手 只能被动挨打 情急之下 未知拿起了阿大的手提箱 拍在了阿大的头上 两人趁机上车逃跑 阿大疯了一般阻拦 虽然最终甩掉了阿大 可两人都受伤 且身心俱疲 思绪也被这突如其来的阴影笼罩 开车心不在焉的未知 还差点撞上了迎面驶来的汽车 最终冲下了公路 车坏了 两人只能留在原地默默无言 小光鼓励未知振作起来 让他看看身旁的风景 那是一片漂亮的花海 因为小光受了伤 未知只好带着小光 在附近的医院治疗 阿大也推测 两人一定会去医院 建议镜子向当地报案搜查 却故意隐瞒了两人受伤的原因 在未知准备下楼买东西的时候 他看到警察在询问护士 于是赶紧带着小光逃走 拦住了过往的公交车 这才逃过了一劫 两人逃到了海边 未知觉得 再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不如就在这附近安定下来 努力工作 时间会抹平一切 他们迟早是会被接受的 小光在沙滩上画画 示意未知站上去看看 两人在海滩上对望的时候 心中都充满着对未来的美好期盼 沐夏是个长期遭受父亲家庭暴力的孩子 以前未知和小光试图靠近他的时候 他都因为强烈的排斥心理 拒绝了两人的善意 可父亲越来越变本加厉的暴力行为 让沐夏再也无法忍受 当他想向他人展开心扉的时候 却发现未知和小光都已经不在了 他试图给未知家里打去电话 可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未知和小光在附近租了房子 他们一起买日用品 一起布置房间 从小家庭优越的未知 开始在渔厂打工并要学着做饭 而受伤又未成年的小光 只能暂时留在家里 可小光似乎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每当他想起阿大的话 都会不自觉的怀疑 自己真的可以给未知幸福吗 望着忙了一天正在熟睡的未知 小光想起未知当着所有人的面 跟他告白的样子 而自己却从来没有跟未知说过那句话 未知给妈妈打了电话 妈妈一如既往的鼓励未知 追求自己的幸福 最后跟他提起了 木下曾经来找过他的事 就在木下失去生活的希望 选择轻生的时候 电话铃响了 是始终放心不下的未知打过来的 未知跟小光说起了木下的事 小光想要救他 可未知担心两人回去 就会被家人发现抓走 贸然前往实在不是个好办法 可第二天 两人却不约而同的出现在了车站 因为两人都无法对木下的事 坐视不理 准备独自前往 考虑到小光身上还有伤 未知提出 让他自己一个人去 小光托未知给木下带去一本 叫做《友情的书》 未知赶到木下家时 木下的父亲正准备 对他实施新一轮的暴力 未知不顾阻拦闯进了木下的家 当未知质问木下的父亲时 他却失口否认自己的所作所为 木下当着未知的面脱下了衣服 看着满身伤痕的木下 父亲再也无话可说 未知带着木下离开了家 并安排木下住进他父母家里 还把小光给他的书交给了木下 木下生平第一次称呼未知为老师 尽管他已经不再是老师了 现实真的很讽刺 一个被世人称为魔女 不配为人师表的人 在离开学校后 依然在担心和解救自己曾经的学生 不是所有人都配称为老师 未知这个曾经靠走后门 被所有人鄙夷的老师 却拥有了太多不曾拥有的强大的共情力 和鼓舞人心的力量 把处于世界边缘的无助少女拉回来 从地狱的路口拉回来 木下的事情终于解决了 未知带着一束花 开心的想象着小光在家中等他的样子 而小光正准备晚餐 等待着恋人回来品尝 可现实总是残酷的 镜子还是带着警察找到了他们 未知被以诱拐未成年的罪名扣留 小光被镜子强行带走 两辆车在路口相遇 两人对望着 却最终驶向了相反的方向 被收押之前 需要上交身上所有的东西 未知摘下了身上所有的首饰 却偷偷藏起来了那枚戒指 那是他灵魂的来源 也是他活着和坚持的动力 所有人都觉得 未知脑子有问题 将他带到精神科诊断 女医生询问时 用了大量侮辱性的问题 来引导未知 承认自己有精神疾病 还认为 他去高中当老师 就是为了和年轻男子交往 怀疑他有恋少情节 警察去医院询问小光 小光坚持说 他跟老师是你情我怨的 并非是老师诱拐欺骗 其实 只要小光坚持 自己是出于自愿 过不了多久 未知就会被放出来 镜子就是利用了 警察审理的时间差 去找未知的父母谈条件 说 只要你们答应 不再让未知和小光见面 他就答应撤诉 之后 未知被放了出来 可他的身体和精神 都已经被折磨得体无完肤 他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失望 莫夏去医院看望小光 在母亲的授意下 医院里的每个人 都在严密监视着小光 莫夏只好装作 不理解两人行为的普通同学 当着护士的面痛骂未知 另一边 阿达来到未知的家里 依然希望可以和未知 如期完成婚礼 被未知的父亲拒绝 阿达久后找到了童子 童子知道 阿达永远都不可能爱上他 只不过 把他当作发泄的工具罢了 在莫夏和童子的帮助下 小光逃出了医院 终于跟未知见了面 童子看着未知幸福的样子 产生了邪恶的强法 镜子逼问 莫夏小光去了哪里 可莫夏坚持不说 就在这时 童子打来了电话 未知和小光 在摩天轮上相互移威 却不曾想 等待着他们的 将是新一轮折磨 未知再次被警察带走 这一次 他在藏匿戒指的时候 不小心将戒指弄掉了 他哀求他们 让他留下这个戒指 可是 回应他的只有冷漠 和继续接受 精神科医生的询问和建议 阿大区找小光 说 都是因为他 未知才会这么痛苦 如果他的母亲不撤诉 未知出来以后 也只会因为案底和精神问题 一辈子被人歧视 无法在社会上生存 为了救未知 小光告诉妈妈 自己已经不再喜欢老师了 为了证明自己说的话 小光亲手烧掉了 跟老师的合照 未知出来的时候 静子就在外面等着他 说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机场大厅里 小光在等他 小光决定去美国留学 还当面扔掉了 未知当作宝贝一样的戒指 未知当然知道 小光是在骗他 他求静子告诉他 小光的联系方式 但静子认为 只要小光离开未知一段时间 就一定会忘掉这个女人 没人可以从他身边抢走小光 身心俱疲又痛失所爱的未知 终于支撑不住 晕倒了 醒来后 却得知自己已经怀孕的消息 沐夏把小光留下的戒指 穿成了项链 让未知挂在身上 原来小光在走之前 寄给未知的信 说明了自己 不得不说谎的原因 他会在美国好好读书 考取医科大学 等到他成年 他会回来接未知 那样的话 周围人对他们的认可度 也会更高一些 其实我觉得 到这里结局的话 再加上个一年以后 小光成年 回来跟未知和孩子团圆 就是个相当不错的 happy ending 可惜啊 编剧可能有狗血KPI 接下来就要开始狗血大虐了 这封信 被未知的爸爸藏了起来 并没有让未知看到 未知知道 当时是童子告的密 问他为什么要那样做 童子坦诚 自己嫉妒未知 从小什么都不缺 被周围的人无条件的爱着 他也想让未知尝一尝 自己想要的东西 得不到是个什么滋味 静子 因为长时间操心儿子的事 无暇去管理医院 也因为女人的身份 长时间依赖那位医生 理事会的大多数人 对于静子的理事长职位 很是不服气的 于是 借着医院赤字经营的事 罢免了静子理事长的职位 得知未知怀孕的爸爸 让未知打掉孩子 可未知坚持要生下来 妈妈也为了未知 第一次反对爸爸的专权蛮横 却被爸爸掌锅 未知不想再让身边的人 因为自己而受到伤害 于是离家出走 决定独自生活 沐夏偶然发现 小光之前的家庭教师 在未知家的信箱里 放了一封信 信上是小光在美国的地址 以及电话 沐夏打电话给小光 告知他未知怀孕 并且离家出走的事 小光紧急回国 跟沐夏一起寻找未知的下落 因为跟学生相恋的事情 在行业里传开 所以就根本没有学校 愿意雇佣未知 他只好去餐厅后厨打工 至少餐厅可以提供宿舍给他 可是心怀不轨的店长 竟然见色起义 企图强奸未知 未知跑的时候 就把脖子上挂着的戒指弄掉了 好巧不巧 小光正好找到这个附近 在帮小孩捡球的时候 他发现了小女孩身上挂着的戒指 终于找到了餐厅的宿舍 却被隔壁告知 未知刚刚搬走 找不到未知的小光 来到了两人之前经常约会的广场 其实未知就在不远处 但是两人都各怀心事 就擦肩而过了 就在小光坐上出租车 要离开的时候 未知看见了他 怀孕之后的女主 真的很惨很倒霉 一会儿差点被猥琐店长强奸 一会儿又要去狂追男主的车 就在未知摔倒无助的时候 小光冲了回来 历经般若的未知差点流产 医院建议他拿掉这个孩子 如果不人工流产的话 就会对母体有很大的伤害 但是未知似乎并不想失去这个孩子 小光的妈妈得知未知怀孕了 两人又重新在了一起 再加上丈夫留下的医院 被外人侵占的打击 静子觉得自己失去了一切 小光放心不下特意去陪母亲 静子给小光做了晚餐 还说了很多有关于小光爸爸的事 绝望的静子在葡萄酒里下毒 决心要跟儿子一起去死 就在小光马上就要喝下毒酒的时候 静子打翻了酒杯 小光马上意识到不对 赶紧把酒倒掉 小光陪了静子一夜 可醒来的时候 静子已经不见了踪影 着急的小光打电话给未知 未知想起了小光爸爸画的那幅画 他赶紧去到了海边 果然静子正在走向海里 未知不管不顾冲进海里救静子 不是我说 女主怀孕之后真的好惨 追车算什么 现在还要冲进海里救人 哪怕救了人家一命 人家也不一定领情 静子醒来看到未知就情绪激动 小光跟未知说 不想再让母亲痛苦 可母亲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他们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未知伸出手 就像他们当初一起从学校逃走一样 未知希望小光能够放弃一切跟他走 讲真 看到这里我迷惑了 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 怎么满脑子 还是只有不管不顾的私奔 显然小光已经长大了 他希望能找到让大家都幸福的方法 没有答应未知 于是 未知提出了分手 虽然对于女生提出分手的行为感到迷惑 但是 女主把他们的回忆 一件件讲出来的时候 我还是没能忍住 流泪了 轰轰烈烈的爱情 是真的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的 未知决定重新做回老师 在面试的时候 他诚实的说出了离开之前学校的原因 自然大多数的学校都是不会雇佣这样的老师的 但是 有一所学校的面试老师 很佩服 未知能够诚实的说出来 希望未知能够帮助自己 一起引导学校里的不良学生走上正途 小光去到美术馆 意外碰到了带学生来参观的未知 未知告诉他 现在他的每一天都过得很充实 小光不理解未知 为什么非要分开不可 他觉得未知已经不再爱他 不再需要他 小光的离开让未知心痛不已 本来就不堪重负的身体 终于出现了问题 醒来后 童子告诉未知 如果他不做人工流产 会对他的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 母体和胎儿只能保住一个 未知的妈妈知道他 绝对不会同意打掉孩子 于是 找小光 希望能说服未知 也许是同为母亲的身份 静子被未知妈妈的话所感动 终于想通 用尽一切办法 把儿子留在身边 那并不是爱 只是占有欲罢了 而未知在小光陷入两难的时候 选择了主动放手 是因为他深爱着小光 不愿他再为了他而难过 静子觉得自己输了 输给了未知对小光的爱 小光赶到医院 以父亲的身份同意医生打掉孩子的建议 可未知知道后情绪激动 让小光不要再管他的事 未知的爸爸来到医院看望未知 跟小光聊天的功夫 未知就不见了 小光出去寻找身体极度虚弱的未知 他求小光留下他们的孩子 两人回到了第一次结合的学校图书馆 此时的小光可能还不明白 为什么未知非要留下这个孩子不可 我认为 这个时候的未知根本就不知道 小光的妈妈已经接受了他们 所以他心里觉得 两个人是绝对不可能继续在一起的 如果这个孩子没了 他就失去了与小光有关的东西 失去了唯一的精神寄托 所以他说他不是在等待奇迹 如果有的话 也是爱情意志和勇气所创造的 两人将戒指从右手换到了左手 象征着正式递接约定 前面说求格斯戒指的时候就有说到 传说中女人的左边有不好的东西 男人将戒指戴在女人的左手上 以驱赶那些不好的东西保护女人 小光第一次改口叫未知的名字 未知在幸福中失去了知觉 最终孩子还是没能保住 未知也陷入了深度昏迷 医生说 醒来的可能性不大 绝望的小光想带着未知一起训情 正当他准备按掉呼吸机的时候 木下给了他一封信 说是老师很早就准备好的 一旦小光失去了活下去的欲望 就拿给他 未知早就意识到了自己的身体撑不了多久 所以提前准备了这封信 未知留给小光的这封信 给全剧点了题 自由就是自己存在的理由 只有找到自己 未知喜悦和坚持的事情 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 而自由的国度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的 只要活下去就能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也只有活着一切才有意义 带着现在的思维 回头再看这部二十几年前的经典老剧 难免有一些无法理解和无法认同的地方 但对比同期的影视作品 我们不难发现 那时候的爱情剧推崇的 就是义无反顾轰轰烈烈的爱情 就像现在回头去看穷妖剧是一个道理 不能以现有的思想去评判他们的好坏 当时魔女的条件 因为其大胆的师生姐弟恋设定 引起了日本国内极大的争论 可尽管如此 她还是拿下了当年的收视冠军 魔女的条件 看似是一场彻底的爱情颂歌 实则 她所表达的内容 却不仅仅是男女之情这么简单 我们从她的名学说起 可能很多人都不理解 这个名字跟剧情到底有什么关系 前面我就说过 这部剧中用到了很多次 关于中世纪欧洲思想的文化和元素 而魔女一词也源于欧洲的巫女 那个时候的欧洲 为什么会被人称为巫女和魔女呢 就是那些违反教会思想 做出异端行为的女人 教会教徒为了铲除异己 常常用巫女和魔女来污名化女性 把不乖乖听事的女性处以极刑 称为魔女的审判 而未知成为魔女的条件 就是她突破世俗观念 大胆爱上自己学生的行为 为此 她反抗挣脱父权家庭 最后 甚至可以选择脱离小光的爱 真正做到自立自强 而她的勇气和行为 也在无形中影响着周围的女性 比如 一直支持着未知 坚持自己想法的妈妈 一辈子都生活在父权家庭中 为了家庭 放弃了自己的钢琴梦想 面对未知爸爸 一味将自己的意愿 强加在别人身上的行为 不敢说 更不敢反抗 直到一向乖巧的女儿 为了自己的爱情 反驳父亲 她开始意识到 顺从并不能得到尊重和幸福 依然决定离婚 虽然最后没有真的离婚 但是父亲开始反思 家里买了钢琴 比如一直嫉妒着未知可以拥有一切的童子 再看清 阿大根本不会爱他 自己也因为背叛了未知 失去了未知这个朋友之后 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准备回乡下随便相亲找个人结婚 在他的观念中 不依附于男人 自己是无法一个人 在这个城市生活下去的 但在未知的影响下 童子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决定要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店 以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城市立足 比如被家庭暴力所迫害 被未知和小光解救的幸运少女 穆夏 在未知的影响下 找回了生存的勇气 决心考入东大法学院 以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个社会 据中也不乏被父权思想荼毒的反面人物 那就是小光的母亲静子 静子一生都活在男权思想里 丈夫活着的时候 依附于丈夫 丈夫死后又把所有的爱和注意力 全都转移到了儿子的身上 甚至因为儿子越来越像丈夫 而产生了扭曲的爱意 在医院里 依附于那位医生 为了保住丈夫留下的医院 不惜牺牲自己的身体 跟不爱的男人 保持不正当的关系 静子一辈子都在为他人活着 从来没有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当然 最后静子终于找回了自我 做回了护士的老本行 看着母亲有了自己的生活 小光也由衷地为他高兴 小光在未知昏迷的这段时间 白天努力工作 晚上去夜宵学习 他期待着未知醒来后 能看到一个更好的他 虽然现实里没有奇迹 但是在小光和未知的世界里 就像未知所说的 奇迹是爱情 意志 勇气 共同创造的 片头中 两人脚上的镣铐 最终在他们的勇气中化为乌有 他们真正的到达了 他们心中自由的国度 好了 魔女的条件 完整般解说 到这里就完结了 喜欢的话 别忘了点赞订阅转发哦 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解说 欢迎评论区留言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咱们后会有期